副总统赖清德正式角逐2024总统大卫 他的外交路线受到的外界肯定 关注 赖清德定毛美中台政策像是不断重申小英的四个坚持 外交政策延续小英路线 当选之后将沿用小英的外交国安团队 借此让依赖论不攻自破 而近来赖清德接见国外访兵的机会也大幅增加 为2024积极修补外交学分 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博多黑访问团 远道而来副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 对台法关系的升温 赖清德用自由民主把双方距离再拉近些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宏说 欧洲不该卷入台海冲突 一番话遭国际间的抨击 不断黑拿出准备好的纸条 他说他跟马克宏很亲近 马克宏还拖他带话 外交是总统的职权过去重要的国外访团 大多由蔡总统接见 但赖清德确定角逐2024后 近来赖清德接见的频率增加 光是这个月还接见过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考尔率领的议员访团 还有葡萄牙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奥利维拉 未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加强跟葡萄牙的合作关系 从台湾角度放眼全球局势 他也定下美中台政策的基调 不断重申小英的资格坚持 外交政策延续小英路线 另外当选后 外交团队将沿用蔡政府的专业人才 以此作为外交圈及欧美智库互动沟通的论述基础 要让依赖论不攻自破 至于何时前往美国面试 传出时间点落在8月 不过是以总统参选人身份 直接前往美国访问 还是以特使身份出访友邦 再顺道过境美国 访美安排都必须谨慎考量 再次有安排8月访美吗 建立跟国际友人的互信程度 赖清德积极修补外交学分 记者小伙伴先生台北报导